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领导层的内部讲座 这次讲座为中国的人工智能战略提供了三条战略路径 中国工程院计算机系统体系结构 最后杰出专家孙宁辉教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的讲座 揭示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远大报复与挑战 他强调,人工智能既具有技术进步的潜力 也存在安全风险,尤其是在政治敏感信息方面 孙教授还指出了美国的技术限制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影响 并提出了中国需要加强本土创新和供应链多样化的必要性 最终,他提出了三条战略路径 包括与美国主导的体系保持一致 建立封闭的专有系统以及拥抱开源模式 并强调了建立强大数据和计算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这次讲座不仅仅是一场信息会议 更是一份战略宣言 揭示了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雄心壮志和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充满科技竞赛的时代 中国的人工智能战略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4月26日 中国工程院计算机系统体系结构的顶尖专家孙宁辉教授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进行了一场名为 人工智能与智能计算的发展的重要演讲 这场演讲似乎打开了中国人工智能战略的宝库 揭示了北京的雄心勃勃和一丝丝的焦虑 孙宁辉1968年出生于上海 是中国科技界的重量级人物 他不仅指导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与发展中心 还是中国科学院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院长 他的演讲并非仅仅是一次学术讨论 而是一份战略蓝图 揭示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取与担忧 孙教授在强调人工智能双刃剑特性的同时 特别指出了技术进步和安全风险之间的微妙平衡 特别是人工智能生成的深度伪造 来自ChatGPT等工具的欺诈性新闻 以及假新闻网站的激增 都让北京感受到人工智能对社会信任造成侵蚀的威胁 对于中国领导层而言 这不仅是技术问题 更是需要消除的战略漏洞 外交官李奇文章说 孙教授对人工智能产生政治敏感或不正确信息的能力表示震惊 他指出 人工智能领域充斥着事实不准确 固有偏见以及异于操纵的现象 这些现象被对手利用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种担忧对中国尤为严重 因为政府对控制政治敏感内容的痴迷程度可见一般 北京已经出台了严格的法律法规 以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保持在国家批准的范围内 与美国的技术竞争是孙教授演讲中的另一大焦点 美国凭借卓越的人才 基础算法和计算能力 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 中国目前扮演的快速追随者角色是北京迫切希望打破的现状 孙教授认为 美国对高性能计算产品和先进半导体技术的限制 对中国的人工智能进步构成了重大障碍 对于华为和中兴国际等公司来说 这些限制尤其严峻 孙教授建议 中国应通过本土创新和供应链多样化 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这与北京保护其高科技未来的呼吁相呼应 他特别批评了中国国内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不发达的现状 与英伟达强大的CUDA生态系统相比 中国的人工智能开发工具和人才库人处于萌芽阶段 这凸显了迫切需要有凝聚力的综合方法来构建具有竞争力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 外交官李奇文张静一步指出 孙教授概述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三条战略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与美国主导的体系保持一致 虽然实用但限制性强 第二条是建立一个封闭的专有系统 适用于军事或司法等特定部门 但在可扩展性和全球影响力方面有限 第三条也是最有希望的路径 是通过RiskV等全球合作计划来拥抱开源模式 这条路径与北京成为全球技术标准制定者和创新领导者的愿景相一致 在孙教授的演讲中 投资新的基础设施是中国人工智能战略的另一块基石 他强调了强大数据和计算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其愿景包括建立国家数据中心 开发基础人工智能模型 并在全国范围内整合计算资源 目标是将数据转化为战略性国家资产 使人工智能服务向水和电等公用事业一样容易获得和负担得起 与美国主要推动软件和互联网服务等虚拟领域的人工智能创新不同 中国更关注实体经济 孙教授强调在制造业和制药等传统行业部署人工智能同时促进新兴领域的创新势在必行 这一使用战略确保了人工智能不仅推动了经济增长 而且巩固了中国的工业基础保持了其全球竞争力 尽管孙教授充满信心和远见 但北京的人工智能雄心并非没有重大警告 政府对政治敏感内容的严格控制可能会扼杀创新 并限制开放科学话语的潜力 人工智能发展严重依赖国家认可的价值观 这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影响和潜在滥用的质疑 此外,虽然通过本土创新规避美国限制的战略有其优点 但中国能否在持续的全球竞争中实现必要的技术突破还有待观察 孙教授的演讲不仅仅是中国立法者的一次信息会议 他应被视为一份战略宣言 因为北京渴望制定一个全面和前瞻性的人工智能战略 这次对最高领导层思维的罕见一瞥 为中国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在高风险科技领域保持竞争优势提供了尖锐的批判性视角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中国领导层 中国的领导层指的是中国的最高管理和决策机构 主要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央军委等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最高决策机构 由若干名常委组成 一般包括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主要领导人 背景方面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 经过多年的革命和战争 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此成为中国的执政党 党的最高领导人通常也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比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 中国领导层的形成和运作有其独特的机制 党内的选拔和任命 遵循一定的程序 强调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 领导层的主要职责包括制定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策 指导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处理内外事务等 在近年来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战略 如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一带一路倡议等 进一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国际影响力 中国人工智能 中国的人工智能、AI、领域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已成为全球AI研究和应用的主要力量之一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其视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2017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明确提出到2030年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在这份规划中政府设定了三个阶段性目标 到2020年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水平应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到2025年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 到2030年中国要在人工智能理论、技术和应用方面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在研究和技术方面 中国的学术机构和科技公司在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突破 中国的科技巨头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华为等都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 开发了大量的AI产品和服务 数据方面 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报告 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市场的占比不断上升 到2025年 中国的人工智能市场规模预计将超过2000亿美元 此外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和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已居世界前列显示了其强大的科研能力 在应用方面 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 例如 在金融行业 AI被用于风险控制、智能投雇等方面 在医疗行业 AI技术帮助提高了疾病诊断的准确性和治疗效率 在交通行业 无人驾驶技术正在逐步成熟 智能交通系统也在不断完善 此外 智能家居、智能安防、智能制造等领域的AI应用也在快速发展 总体来看 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域在政府政策、科研能力和市场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展 未来有望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浪潮中占据重要地位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在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的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